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很火的手抓苹果派 我们需要的主要食材有苹果、手抓饼、黄油和糖 我这次用的是红富士苹果,红通通的特别大个儿 先做苹果玫瑰,拿一个苹果不去皮对半切开 用一半聚合后切薄片 烧上一小锅水 放入糖,再稍稍搅拌,甜度可以自由调整 把切好的苹果放在锅里 大概煮5分钟,苹果片稍稍煮软即可捞出 拿出一块手抓饼,室温放软,切成4份长条 我这次用的是芝麻味的手抓饼胚 煮过的苹果片依次摆放在手抓饼条1分2上半部分 再把下半部分向上折叠重合压实 最后从左到右卷起来 一个漂亮的苹果玫瑰就做好了 我们再来做一个 一块手抓饼能做出两朵玫瑰花 是不是非常像玫瑰花呢? 接下来准备三角苹果派和传统苹果派 剩余的苹果全部去皮切成丁做苹果馅 切好后取锅开火 放入一块黄油 黄油用小火融化后倒入切好的苹果丁 翻炒翻炒 再加入糖翻炒至软 不用特别软烂 表面稍软即可 否则会失去苹果的口感 最后倒入水淀粉 增加苹果馅的稠度 加热后苹果馅透明拉丝即可 先来做三角苹果派 解冻好的手抓饼切成四份扇形 放上我们制作好的苹果馅 折叠起来 再用叉子封边压紧 用叉子的好处是既能把饼皮压紧 也能压出花纹 中间我们折叠的地方也用叉子压出花纹 再来做一个 一个非常简单的三角苹果派就做好了 最后来做传统苹果派 拿一整块截冻好的手抓饼 放入剩余的苹果馅并铺平 再把边卷起来 约三厘米高 用之前剩余的长条饼皮 横着放在苹果碗上 并捏紧 刷上一层鸡蛋液 鸡蛋液只需要蛋黄 再竖着放一层长条饼皮 刷上鸡蛋液 多刷一点 边边角角缝隙里都刷上 这样烤出来的苹果派更金黄漂亮 所有做好的苹果派放在烤盘上 垫上烘焙纸 给三角苹果派画上花刀 在表面凸起的地方刷上鸡蛋液 再给苹果玫瑰盖上锡波纸 防止表皮烤焦 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我们可以进烤箱 380华氏度烤15分钟 15分钟到 苹果派烤得滋滋作响 颜色非常诱人 闻上去也是非常香甜 可惜三角苹果派有些内馅流出来了 我们先来看看传统苹果派 颜色烤得非常好 表皮也很酥脆 刀叉下去能感觉到内馅的软糯 苹果馅湿润香甜 因内馅湿润的原因 底部糯糯的 配合表皮的酥脆 形成多层次的口感 是一道成功率极高的入门甜品 再看看我们的三角苹果派 颜色和外形都很漂亮 三角苹果派更是酥脆容易入口 叫传统苹果派 内馅烧干一点 大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用叉子把边封紧 我们这边气候比较干 稍微放一会儿两边就裂开了 不要像我这次把内馅烤干 最后还有两个美美的苹果玫瑰 我有淋上一点蜂蜜 让颜色更亮 手抓苹果派 快手又好吃 手抓饼这个万能食材烘焙小白 一定要好好利用起来 最后苹果馅的甜度可根据自己口味调整 建议可加一点肉桂粉 口味更赞哦 以上是我们的食材表 喜欢这个视频就请点赞 关注我并订阅我哦 我会和你分享更多的美食制作